討厭民進黨就往那邊跑 可是在做民調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大喇叭 就插出去了 所以你回過來看一件事情 就很好玩 館長這一段時間的話題 都跟館長有關 從7.16開始 然後柯文哲就跟館長的名字連在一起 所以他們兩個就一起啊 同步 一起慢慢慢慢慢慢就這樣下來 柯文哲 柯文哲鑽到一件事情 館長說他要跪下來拜託他們三個 所以柯文哲就趕快說 那我們一起來喝果吃 就跟館長走 你注意一看 柯文哲這段時間很多東西 會跟著館長連動 從7.16開始 難道館長是柯文哲的國師 科學理性物實國師館長 他是他的國師啊 真的是啊 不得了 你就看真的很巧合嘛 這一次賴清德的第一號天王助學員 不是邢濟平 是郭台銘 嗯